吳釗燮 外交部長 稱日本的那個 糟田幹夫代表 叫做敬愛的大哥哥 你笑什麼 我還沒笑 國民黨批說這是媚日 民進黨說無傷大雅 那無傷大雅是怎樣 他送了糟田幹夫一個外交部 你自己所有你個人 你私人你送隨便你 他什麼東西沒有關係 但是外交部 而且還用外交部長吳釗燮的名義送的 你怎麼能稱他 謝謝昭田幹夫大使 我最親愛的大哥哥 在台灣的完美服務 外交部長吳釗燮 第一個什麼大哥哥 小弟弟 然後你完美服務到底什麼東西 什麼叫完美服務 你到底是什麼 所以被批評說不捨大哥哥卸任 說警報日本的大腿 那前面的外交官說 吳釗燮在肉麻 就是不能用這個頭銜 你什麼大哥哥 外交部長你是什麼話 全世界有這樣的嗎 沒有這樣的嗎 你是搞什麼東西 那張大春就說吳釗燮是什麼人 是日台交流協會駐台代表 昭田幹夫的小弟弟 大哥哥 小弟弟 你笑什麼 你笑什麼 你們都在笑 笑什麼 沒有 終究是個外交部長 他是外交部長 問題還大 做一個外交部長 這種的用語 你聽起來就是很情色的感覺 就是在一般人際關係的對應裡面 你什麼時候會叫人家大哥哥 小弟弟 那個就是已經肉麻到你 都不知道該怎麼去分析 他講那句話的用意 尤其吳釗燮是一個 是一個把中華民國的邦交丟掉 半打 六個 半打 半打的邦交國在他手上丟了 他都還坐在位置上面 你要理解他為什麼坐在位置上面 你看他就是把大哥哥伺候得非常好 這個大哥哥在這時候卸任 是帶著伴手禮 你要知道在他卸任之前 吳釗燮要感謝這個大哥哥之前的時候 蘇貞昌才剛通過高鐵南沿案 南沿案500多億 10年的時間17公里 我說過任何高鐵的案子 只要台灣在高鐵台鐵上面 任何的採購 任何的徵件 受益者只有一個就是日本 我相信 這個趙田幹夫是風光的卸任 這個是看不到 但是是帶著很大的伴手禮回日本的 吳釗燮在用語上面 我不太知道 包括在過去的兩個禮拜裡面 當你失去了兩個邦交國 而今天你仍然可以用這種的 近乎輕浮肉麻的言語 在外交場合我們沒有看到過 外交場合對他一定會有一些官腔官調 那個官腔官調是因為 你知道你自己代表的不是吳釗燮 你代表的是國家 我舉個例子 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大陸的外長王毅 王毅講話是什麼調子 王毅講話在任何的場合當中 該硬的該軟的是什麼調子 台灣的外交部長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已經完全沒有那個味道了 今天的外交部長給人家的感覺 就是在強權之下那種逢吟慘媚 那種近乎肉麻 我只能夠說肉麻 你知道一個肉麻的外交部長 對台灣人的自尊心 是多大的傷害嗎 金翔 你自尊心有受到傷害嗎 不要那麼嚴肅 我看你好嚴肅 真的很嚴肅 這個 第一個 外交部長官方的宋 卸任的大使 這個是一個官場 既然官場就用比較 比較官式的這種用詞 白紙黑字 白紙黑字 我知道 大哥就已經不太恰當了 不要說大哥哥 大哥都不太恰當 你就撐他大使就好了 這沒有什麼問題 通常我們講 都要大哥哥這樣 沒有講大哥哥這樣 我的意思就是不要用那個 你就是你用大哥都已經不太恰當 在官場在這個正式的 特別是外交場上 沒有什麼大跟小的 你即使是一個小國 你也不能夠四小 你知道嗎 你還是要平起平坐的 第二個 這個外交部長 這個是公器 公器應該是無私交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代夫無私交 對 就代夫無私交 也就是說你是為國家在辦事 你不是哥哥弟弟姐姐妹妹 那種那個是私人的交情 這個外交部長 就應該是以國家為重 所以這一份禮 我是覺得 退回來 不是啦 這個大使 那個大使回到日本掛起來 他也很尷尬 在台灣做了什麼事情 被台灣的中華民國 叫大給哥 我有什麼完美服務 我也想不出來 或是我 我不敢講 不知道怎麼講 俊宜講這話是有點繞的 其實我們回到 我們一般的語言的習慣 大哥哥這三個字 會從哪一個男生的嘴裡面出來 我告訴你 會叫大哥哥的一定是女孩子 對 一定是女孩子才會叫大哥哥 我就算是男生對對男生 我就算叫沈富雄 我再尊敬他 我也不會叫大哥哥 聽起來我自己都會發抖 老師你有沒有被他叫大哥哥過 如果是女生叫大哥哥 他會很高興 但是我如果叫大哥哥 沈富雄一定會覺得說我有病 唐宗龍一定是有病的 所以你就叫吳釗燮就有病 來 唐宋 他亂講 我喜歡的女孩子 沒有一個叫我哥哥 那叫你什麼 真的 阿伯 你喜歡的怎麼知道 我告訴你 我們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齡以後 有少數心裡有病態的人 是喜歡妹妹叫他們哥哥 還沒有大哥哥 我覺得都叫哥哥 叫了哥哥心裡頭就高興 但這些男人通常跟那個女孩子 是有一些經濟上金錢上的來往 沒有金錢上的來往 我覺得叫哥哥也很少 那這個我覺得吳釗燮 真的做到一個外交部長 這個是不成體統 因為日語大哥哥大概是 大姐姐叫你 你都說私底下可以 私底下難道看到日本的代表 有時候你講 有嗎 有嗎 我覺得連私底下都不會的 為什麼白紙黑字 在這種感謝狀上 公然講大哥哥 這個是要追究的 你知道嗎 我要是蔡英文的話 我震怒 搞什麼關係 亂講一通 丟七個都沒震怒了 我覺得外交辭令 身為外交部長 一定要署名是外交部長 外交人員 其實對我們來說 中華民國的整個公教系統 他們行政系統 外交官的考試 是最嚴謹的 所以也表示什麼 你用字要非常非常的精準 這是我們對外交官的一個 唯一最低 唯一的最大的一個要求 所以我跟大家講 大哥哥女生什麼時候會提到 我們都沒有叫過 我們坐在韓劇當中 當然女生地位比較卑微的時候 想有求於男性的時候 或者用一個比較體能聲 大哥哥這個時候希望能夠得到 他多應的青睐的時候才會出現 所以這個都是女生對男生 而且是地位是以下位上的時候 才會有大哥哥這樣的名稱出現 我們只能說 不過你能夠覺得很驚訝嗎 我們外交部長從上任以來 開拓了多少外交官員 上面所謂的特例 從口一哥到所有很多的外交人員 裡面用私人特聘的方式 有很多是完全沒有經過 外交特考出來的 這件事情有很奇怪嗎 所以我只是覺得 吳釗燮用外交部長這三個字 這四個字的署名 真的把中華民國的整個臉 全部丟光了 溫馨 反正好笑的話都已經被大家講完了 還有很多好笑的 沒有 我覺得是 其實你知道現在在網路上面搜尋 兩個口誤或者兩個說錯話 讓大家覺得很可笑的 一個就是吳釗燮說我最敬愛的大哥哥 還有完美服務對不對 另外一個搜尋度最高的就是 蔡英文的恩師死了 就沒死 康奈爾 康奈爾大學的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 結果沒死 Marchero 人家活得好好的 康奈爾大學現在還是非常敬重他 因為他在國際貿易上面的地位 確實是非常的高 他不會覺得你要死 對 好 這就有趣了 你知道蔡英文的論文裡頭 一共感謝三位老師 其中一位就是那位牛津大學畢業 但是他只有牛津大學畢業學士 然後他的年紀跟蔡英文其實差距不大 他在指導蔡英文的時候 不但是只是大學畢業而已 而且他只有31歲左右 就30歲到32歲當中 然後去指導蔡英文 所以那個Ariott確實 他雖然在國際上面有一定的地位 但問題是 他並不是在學術上有地位 好 這Ariott 你很難蔡英文拿出來縮嘴說 這一個人學術上面多麼有成就 另外一位他稱之為Doctor 就是稱之為博士 但是他也找不到說 這個人在學術上面有什麼成績 因為他甚至沒辦法稱他為教授 所以他就想說你稱他為博士 但不稱他為教授 這個學術上面很難找到他的地位 唯一可以被拿來 他三位裡頭就包括了這一位 他說人家死掉的這個Bachero 他說這一位已經過世的這一位老師 他在國際上面是真的 學術上面很有地位的 是真的他有國際貿易上面等等 到現在歐洲還有很多大學 會邀請他去教書 然後法國也幫給他勳章什麼等等 就他是確實在國際上面有學術地位的 但他是蔡英文的碩士論文指導 而並不是博士論文指導 所以他感謝了這三位 然後在他的博士論文指導的這兩位 大家都找不到學術成就 所以他拿出來 為什麼他會講這一位恩斯過世了 因為他要去不斷的 就你知道嗎 蔡英文有的時候 他很奇怪的會很刻意的 誇耀自己一不小心就突成說謊 譬如說紐約大樓那件事情 他也是講成這樣 他說這紐約大樓這件事情 當初是誰決定要購買的 就是我只有我有這樣的遠見 他特別強調是我有遠大的目光 才能夠完成這件事情 結果後來發現他那時候是一個 單純的立法委員 而且他應該在立法院知道這件事情 還有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阻擋過這件事情 那回過來這件事情他一樣 他在那個場合裡頭是要誇耀說 我的老師多厲害 他就講說他這個老師 如何如何的厲害 然後說他的名字 然後巴塞爾 然後什麼西班牙 然後又巴巴巴巴 講了很多很多很多 然後說他死了 他形容這位老師形容了很久 然後結果說他死了 他形容誇耀了自己的 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 可是請問一下 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到底是誰 當初他學術成就到底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會 然後最後我提一點 大家都看到那一天的 那個論文拿出來的時候 一頁一頁的 就戴著白手套 然後捧著那個盒子 然後結果後來把手套拿掉之後 把那個裡面很珍貴的手稿拿出來 一頁一頁 我想大家都有看到一頁一頁的 可是記者問蔡英文說 為什麼你的論文是一頁一頁的時候 哪裡有一頁一頁的 都是一本一本的 我不懂 我們所有人的眼睛都看錯了嗎 只有你一個人看到一本一本 我們所有人都看到一頁一頁 蔡英文為什麼在這些事情上面 永遠是對不上那個真實的狀況 我要猜一句 我強力譴責陳鳳信 他真的無聊 他殺風景 我還是比較喜歡他 蔡英文的一頁集一本 他的一頁就是我們的一本 好 大哥哥到底怎麼回事 遊戲 我還是給你 自己是貼心 你是貼心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人